认为婆家偏心竟然就在母乳里面动手脚 新竹有一名黄姓女子 她认为婆家偏爱刚刚出生的外孙女 于是在母乳里面加了盐跟糖 由于母乳变质 加上这女婴常常不喝奶 就医之后发现了女婴体内的吶含量是过高的 造成了肝功能异常 而透过厨房加装的监视器揭穿了真相 原本一审判有期徒刑六个月 不过经过检方上诉 高院审理之后改判七个月有期徒刑 一名女子因不满婆家偏心 竟然对自己刚出生的外甥女 要喝的母乳里动了手脚 时间往回推 110年这名黄姓女子和丈夫小孩公婆同住 由于大姑常把刚出生的女婴带回娘家 让黄姓女子心神不满 认为婆家偏爱外孙女 不疼自己的小孩 偷偷在外甥女的母乳里加了盐巴和砂糖 后来母亲发现母乳变质 女婴常喝不下 带女婴去就医 发现女婴体内吶含量过高 肝功能指数异常 随后在厨房加装监视器 揪出原来就是黄姓女子在高贵 此外高院审理发现 女子明知外甥女后的问题母乳 住院检查 反家后任两度加料决定加重刑期 黄女于110年8月至10月间 在出生不久外甥女饮用的母乳中 加食用盐糖等物导致身体健康受损 台湾新竹地方法院判决黄女有期徒刑6月 本署讲官认为黄女的行为恶性重大 依法提起上诉 全案日前经台湾高等法院改判有期徒刑7月 法院省州黄姓女子始终认罪 女婴的健康状况也趋正常 还用女婴的名义捐款15000多元等 改判她7个月徒刑 但人难以挽回意识冲动所犯下的错 婚姻破裂离婚收场 解新竹综合报道